我们的可能是这样,最好是怎么样,删除的时候,除了把里面的资料清掉之外,也可以把里面的框线给清掉,然后等到增加了年数之后,我再去把里面的框线画出来,OK,那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,第一个,先把它清除掉,所以你会发现,里面除了清除资料之外,框线也清掉了,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五年的话,按确定,这个时候底下也刚好画出五年的框线,有没有,年,假设十年好了,按确定,也会刚好怎么样,画十年的框线,刚刚好,有没有,那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,我只是把刚刚的这个年的部分,做了头跟尾增加了,头增加清除框线, 尾巴增加那个加上框线,而且是实现红色的线,那这个东西,如果说你有点忘记的话,你可以参考之前的那个画,这个应该还有印象吗,宴会牌桌,那我加框线是这个,加框线实现红色,就这个东西,清除的话是这个,那如果你忘记的话,很简单嘛, 按右键,或者其实好像你到宴会牌桌的云端上,它会有程式嘛,那你就找到那个实现的部分,其实主要是这两行,这一行,增加实现,第二行,增加Bolder的color,红色,所以这两行是关键,OK,这个是增加框线,OK, 那清除框线是这一行,不过呢,特别注意,Range后面需要有一个范围,范围部分的话呢,它一定是一个起始的,就是左上角那个储存格,这个是右下角那个储存格,那可是问题来了,那我怎么知道,当我左上角那个知道, 开头那个知道,可是,那个右下角那个我不见得知道,所以该怎么做,这个是最难的啦,所以第一个,你要先知道,如何清除框线,其实是Bolder,点Lifestyle,等于XL,那这些其实也不用背啦,其实我这样跟我讲过,你可以打一个B,打一个那个B开头的,Bolder就出来了,点什么, Lifestyle,这边就有了,等于什么呢,没有就是XLNUM,这样就是没有,OK,那颜色,这个是加实线,这个是加颜色,实线怎么加,其实很简单,我前面好像跟我讲过,按F1,这边就有一个什么属性,这边也有说明,它的说明,这边就有一个连续线,就这一个,实际上我是用这个参数,把它复制过来的,好,那 那当然知道怎么删清除,怎么加,而且加颜色,知道之后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可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,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的范围,那我怎么去改变,特别是哦,这个地方哦,嗯,其实最重要的就是,我已经知道清除好了,比如说清除的话,那我这个地方怎么写,我们直接来看哦,这个地方的话,我只有在第一行,清除框线, 特别注意哦,清除框线的写法,那我已经知道说,我将来一定是从B4开始,但是我的右下角那个我不知道,那我可以用追踪的,可以啊,之前不是有从这边追到这边来,从这边追到下面,那我就知道,它的最右边蓝是哪一蓝,最下面列是哪一列, 但是会有个问题,它回来的蓝一定是个数字,列呢,也是个数字,那如果说我今天,假如说我用的格式是用那个range,假如说我今天,比如说我今天,假如说我用的是range,清除框线,那我如果说用的格式是这样子啊,就是说range,B4,比如说B4,冒号,那我这个地方不能用数字啊, 变成说,我这边的话,需要是一个什么呢,以目前的位置来看的话,应该是K27,但是它回来的不会是K哦,它回来告诉我的是一个数字,那数字的话呢,应该是,应该是10年嘛,11,那怎么办,我不能,除非说我把K转成,就是11可以转成K啦,那这个可能还要需要用到那个, 去抓内码的,这个也是个方法,那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,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,我刚刚用的是第二个方法,怎么做啊,我不要用这个方法,你会发现哦,range刮腹的时候,它会问你两个sales,那你可以怎么,你不要用那个文字,你可以用sales来表示,那sales的话呢,我的表示方法是这样的,就是第一个我告诉他说,我的左上角,这个是一个,是这个,这个的话呢,那我可以用 sales表示的话,那我应该打成什么呢,打成sales,这个储存格嘛,那一样,一定是什么,一定是先列,列的话是四列,哪一栏呢,我用b,这个可以用b,没关系,ok,逗点,第二个sales,有没有,你会发现逗点,这个实现了,第二个sales,sales,我不知道,但是我只知道什么,列应该最下列,最下面那一列,刚刚我写过, 在这里,所以最下面一列,把这个怎么样,把这一个,复制过来,Ctrl按住,逗点,最右边蓝,这边有写过,所以怎么样,可以把这个,复制过来,最右边蓝,所以没有,最下列,最右蓝,刮腹,后刮腹,再一个刮腹,点,ok,这个范围就抓到了,那清除的话,怎么清除呢,boulder,我用boulder, 的,点lifestyle,等于什么呢,等于没有,xln,ok,特别需要,最重要应该是这里啦,这个是,另外一个方法,也就是说,如果你将来,第二个储存格哦,你可以用这个方法,最右边,最下面的列,最右边蓝,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, 左上右下,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哦,然后呢,就把它的这个框线清除,那要加上框线的话呢,你就可以把这一行复制,贴到底下来,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实线,ok,然后呢,颜色的话呢,再加上红色的线,有没有,啊,特别就是头跟尾,头是加清楚,尾巴是加上框线,做完之后,哎,这一题就完成了,ok,效果就会像刚刚一样啦,啊,不过利率我是没加啦,利率部分应该也是一样吧, ok,那所以请各位,自己再把利率部分加上清除框线,加上框线,哎,效果就做出来了哦,那我最后有把完成的结果,贴到我们的最下面,框线部分,啊,主要是,这一行,ok,如果这一行你可以理解的话,其他应该就简单多了啦,我把这个标注一下,这个这一行,ok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好, 就是,以后的话,那个框线部分,就可以变成动态的,啊,这样的话,其实以后,哎,就很棒,所以,今天至少讲的就是说,那像那刚刚有提到,哎,底,就是除纯格的底色,除纯格的,哎,的那个质的颜色,还有除纯格的那个框线,这些其实都可以动态的产生,那可以帮助你做什么,比如说你做逻辑派, 判断的时候,你要让某一个除纯格变得比较醒目的话,这些都是手段,ok,所以,这些东西的话,像我们最后加框线,这个也,之前也都没有讲过啦,这个是,今天刚好有,哎,突然想到说,哎,我之前有个宴会排出,可以把这个效果纳进来,啊,框线的问题呢,哎,将来就可以解决,所以以后呢,如果你想到框线,那你就记得有这个范例,拿来参考一下,基本上应该都可以, 很快的把你的问题可以解决,那那个框线,Bolder,除了可以用Range之外,Sales也可以啦,它的用法都一样,试试看哦 感谢果准处理